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夏天到了又是绿竹笋的盛产季节 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农会 合办台北市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 结果出炉 由集美农会的农友高美雪 拿下绿竹笋王及美笋王双料冠军 木榨区农会的农友张绍燕 则获得甜度最高的甜笋王宝座 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奖牌 以及奖金1万元 还有由台北市农会提供的奖牌 以及奖金1万元给我们的绿竹笋王 一举拿下绿竹笋评鉴比赛最大奖绿竹笋王 及以外观为评鉴标准的美笋王 来自景美农会的农友高美雪 开心分享种出笋王的秘诀 有时候我们会撕一些就是我们果菜的皮 就是有机的那种蔬菜皮 然后去撕下去 那吃起来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都是用心在做 我们两个夫妻就是认真 就是实实在在 我们要卖给客人的是吃的安心 然后品质能保证 这一届参与台北市绿竹笋品质 评鉴比赛的农友共有100人 台北市农会方面强调 台北市绿竹笋耕种面积与产量 虽然比其他县市少 品质却更为优良 而在发展精致农业的过程中 生产这一端是关键 因此期盼北市府大力支持 以吸引更多青年农友愿意返乡勿容 我们强调的是三生农业 把农业的生产 农业的生活 农业的休闲 农业的所有的体验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这一端 其他的可能都是零 所以生产的部分我们一定要顾着 不但是我们的绿竹笋 甚至包括我们的茶叶 还有其他的山药各种产业都是一样 所以也期待市政府继续给我们支持 大力的配合 让我们的青年农民都能返乡来务农 让这个产业继续能够发展下去 首度编列奖金鼓励得奖农友的台北市产业法案局方面强调 台北市虽然是大都会区 却也拥有农业 期盼透过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成为台北市的观光农业特色 也希望与农会及农友共同努力 让台北市竹笋变成是一个品牌 我们一直其实都跟我们农友配合去做所谓的农药检测 就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买到最优质 同时也是最安心的竹笋的产品 我想未来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是 让台北市的竹笋变成是一个品牌 到五月六月的时候 你要送礼 要当伴手礼的时候 把台北市的竹笋变成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未来我想我们跟农会一起努力 跟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一起努力 我们去打造更精致 更品牌化的台北绿竹笋 各区农会也在现场展示 以绿竹笋入菜的各式美味料理 台北市农会强调 六到九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的主要盛产期 现在正是品尝绿竹笋的最佳时节 即使起到八月底 包括士林区农会活力生活馆 及木榨区农会一楼都会有鲜笋贩售 每周日在台北花博农民市集 也会聚集各区农友 展示新鲜献采的绿竹笋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一起品尝 鲜甜爽脆的绿竹笋美味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由台南市政府主办的第七届 WBSC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7月28号到8月6号 在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 新少棒主副球场举行 中华队成军记者会上 为赛事揭开序幕 市长黄伟哲亲自为中华队献上祝福 并广腰球迷到台南观赛 为中华队加油 戴上帽子授旗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送上 坚强打击的球棒 给予小将们加油 期许第七届 WBSC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中华队能取得佳击 为国争光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代表台南市 欢迎第五届 WBSC U12 世界棒球减发奥赛 能够在台南举办 我们中华队 各位小将 应该是各位选手 最优秀的选手 大家加油 那么 大家希望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只要拿冠军就好了 希望 为了要配合大家拿冠军 我们都 主办的单位 我们主办的城市也是上飞古兴 我们在棒球场周边设了很多游乐城市 不过不是给你们玩的 是给其他队团的 让他们去玩 我们来练习没关系 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美食 给他们吃了 我们努力练球这样 这些让他们吃了都跑不动了 他不开玩笑 因为台南市是一个美好陪力的城市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我们明年2024年 就要幸祝台南400年 因此在这个古老的城市 也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 来举办最厉害的 WBSE U12 少方锦标赛 这个事物非常非常欢迎各位 尤其非常感谢 华南金控 每届的支持 每届的赞助 能够选拔出最优秀的 中华队的选手 能够在第一届 还有 第一届 2011跟2019年 分别夺得冠军 那这点是非常非常感佩 那因为对于一个理念的坚持 对于一个全国民众都 为之疯狂的棒球运动的坚持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非常感谢华南金控 以及台湾美金融 以及所有的赞助单位 包括画面视频 那也感谢未来电视台 感谢公共电视 以及阿尔达 对于这个 如果没有各位的转播 如果没有各位的报道 其实很多台湾民众 还不知道我们金融冠军 所以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也在坚持 持续努力 那我们台湾亚太方球孙 承担了副球场 承棒的副球场 已经完工了 那大家可以去 我们现在是在绍棒的足球场 承棒的副球场也完工了 承棒的足球场也完工 承棒的副球场也完工了 承棒的足球场明年才会完工 所以这样子对于一个 棒球巨落的行程 从承棒到承棒 事实上都非常非常 2023第七届WBSC世界杯 承棒锦标赛 将在7月28号到8月6号 在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 承棒主副球场开打 今年由来自世界各国 共12支队伍参赛 七具教竹金杯 那这一次的比赛呢 是由花莲市获得冠军 那我们的球员 有涵盖10个县市 包括主办单位的台南市的球员 那从2011年开始 世界超方赛在我国举办 已经办了六届 过去的成绩非常的好 有两次冠军 三次的亚军 一次第三名 那今年即将举办第七届 那相信呢 在我国举办有地主优势 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成绩 那棒球协会 我跟孤理事长呢 在今年邀集了各级棒球代表队的教练团 举办了座谈会 那除了靠赏他们在场上的辛苦之外 也表示对于国际赛事 未来如何打出好成绩 大家来共商 来研绎 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因为棒球协会知道 未来的棒球比赛 不仅仅是技术上面的比较 同时也是在背后的后援团队 包括我们的防护团队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行政安排 还有甚至连绍棒也都走到需要做一点勤修、工作 那我想在几次的座谈会 我们知道了未来准备的方向 那这一次的绍棒赛呢 其实是从第三届开始就一直在台南市举行 那会连续举办七届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台南市政府的 长期的这种支持 那世界棒球、世界绍棒赛 能够在台南市举办这么多届的比赛 同时其实我们非常希望 让世界绍棒赛永远就落在我们台南市来举行 类似美国的 威廉·郭德城市的这种绍棒赛 那我想经过我们的集训 在教练团的带领之下 还有各位选手 还有家长的鼓励之下 相信今年也一定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 精英小将组成明星队 在赛事揭幕记者会上亮相 相关活动也一并发布 光卫哲市长邀请大家到球场观赛 为参加队伍加油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安全与健康处境会 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的长者热灵课程 最后一堂课一起熟灵 以幸福为主题 由长者们动手制作绘本分享生命经验 他出海的时候 然后你掉到一条大 长者们分成六个小组 轮流到台前分享自己创作的绘本 尽管有些害羞 大家还是认真的介绍自己的作品 而台下的长者也听得津津有味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安全与健康处境会 共同举办一系列长者热灵课程 最后一堂课一起熟灵 以幸福为主题 由长者们动手制作绘本 并上台发表分享生命经验 老师是给我们三条线 有交叉到就画一个成品 我就画了一条鱼 结果是多了一条绳子 我就想说是钓鱼 做了家庭主务以后都没有再做这些 想说那个画画也都不会 可是就是遇到了 就印着头笔就好像画出来了 那也是说参加这个也是 自己多了一点自信 回去跟女儿跟先生也都多了很多话可以聊 就是也比较开朗了 大家出来可以多看看情形色色的人 还有一些待人处事的方面 还有老师教导了一些新资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也是还有好多人没有受教育 对不对 有走出来可以多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次那个健康中心很用心 课程都非常 很务实 还有可以增进我们一些动脑的机会 又有稍微有动一点 不会说在家里躲在家里拿那个手机 我是没有 我是还有在健康中心做志工 今天的课程是我们的熟灵绘本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九州的课程 让长者们就是互相熟悉 那请老师这边做引导 那以幸福为主题 让长者可以互相的一些 就是进行生命经验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也请我们马接护砖的学生 在中间跟长者进行相互的一个 就是交流跟就是沟通 那透过这样子的绘本的一个呈现 让他们在绘本中 将生命中幸福的一个经验 然后融入在绘本里面 那让长者透过绘本的一个表达 可以说出自己在 就是参与活动的一些幸福 或者幸福的一些生活经验 那也让长者勇于表现 可以呈现自己的一个幸福生活 这样子 其实对于长者最重要来讲是 长者他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 当然获得健康的一些知识以外 最重要他们刚刚有讲到就是 他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愿意走出来 然后认识朋友 那透过在这个课程 认识新朋友 互相的一个交流中 其实对于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就是应该心灵的一个提升上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他愿意走出来 愿意跟朋友做沟通 我想这是他们在课程中 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这一次啊因为也是配合计划 那希望可以带动长者 他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创作 然后有分享 所以我们设计的主题 就是跟幸福相关 那其实这些长者 他们平常来上课的时候 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 接触这些媒材 所以我们带了很多不同的媒材 然后先让他们 从绘本的导都 然后去体验说 这个延伸活动的手作的设计 所以每个人出来的作品 他们会先做一轮的筛选 然后再挑选出来 让他们编织成一个 跟幸福相关的故事 通常长者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会提到说 他不会写或者是不会画 都会对这种创作的东西 会比较抗拒 可是借由像绘本 有这样的故事的一个带领跟引导 他们比较容易放松 然后跟着这个故事的一个方向 然后来去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所以通常在经过体验之后 蛮多长辈大哥大姐都会回馈说 哦 原来会本也可以这样算哦 原来这我回去也要跟我的孙子 算这个 那他们就是跨代间 就会又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所以我们推广这个 其实也是希望 他们在有这样的会本体验之后 不管是可以跟邻里啊 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之间都有在 有一个更新的媒材 是促进大家之间的互动 活动中还邀请马杰护专学生 协助陪伴长者 藉由互动过程了解长者的需求 学生也意外地感受到 长者满满的活力 因为之前也没有接触过 社区的长辈们 那因为这是刚好实习的关系 所以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就觉得 其实长辈们都是很有趣的 然后也都是很有想法 然后像是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也会就是跟着老师的内容去做 就是有点活到老学到老那一种 也就是会做笔记啊 然后或是用手机拍起来 然后就是一直在做学习 然后在旁边看也觉得 就是觉得长辈们很厉害 就是观察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不同角度方面看事情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在家里 就是比较少跟大概这个年龄层的长辈做互动 所以其实在最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比较害怕 怕说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长辈我们会不会很尴尬 但其实不会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 就是跟我同一组的长辈就非常热情的 就是跟我打招呼 然后开始跟我分享就是他们的生活啊 然后关于就是这个课程啊 他的想法 就是他们会告诉我很多的事情 那我在他们的身上也感受到了 就是算说他们的年纪可能比较大了一些 但其实他们的内心都非常的年轻 像是他们会穿着打扮 然后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漂亮的衣服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就是从活动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就是生活上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想法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今年度的乐龄活动 透过烹饪美食手作等丰富课程 开启长者无感体验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入社区 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竹联邦红人会旗下分会组织 一个贩毒集团 从租屋设置分装厂 集货仓库到下游 众多小弟担任送货小蜜蜂 采取一条龙公司化作业 经营范围遍及大台北地区 台北市警察局搜证后 一举逮捕了12人 瓦解这个贩毒集团 警方从嫌犯机车置物箱里 发现整批的毒咖啡包 更在祖咸租屋处查获大量的 ケタミン毒品原料 及封魔机等分装器具 这个竹联邦红人会旗下的贩毒集团 经营范围遍布整个大台北地区 台北市警方缤分堕路 在双北分别破获分装厂 集货仓库 起初市价逾1200万元的 5公斤卡系统毒品原料 及1000多包赌咖啡包 并逮捕12人到案 针对范贤之住所聚集场所 长华毒品之仓库等据点 执行搜索 于台北市文山区 查获毒品咖啡包仓库 查扣毒品阿绵他命 咖啡包1001包 于新北市永和查获毒品仓库 查扣参有第三级 毒品卡卡系统的咖啡包443包 于新北市板礁区 查获该集团制度分装厂 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系统 一公斤装五大包 封膜机一台 检警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 采一条龙公司化作业 从租屋设分装厂 集货仓库 再到下游养的众多小弟 担任送货小蜜蜂 透过社群贩卖赌咖啡包 并由小弟亲自将毒品 送到客户手上 还每周发放薪资 监查该犯罪集团 购入大量毒品进行分装 将毒品与咖啡粉 果汁粉等混合 制成毒品咖啡包 透过网络社群进行贩卖 以公司化模组管理 每周以新资贷发放薪资 约两至四千元 重属阶层结构明确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言信主嫌遭积压禁件 初步估计 查获的制毒原料 可制成高达三万包的毒咖啡包 所信警方及时破获 瓦解贩毒集团 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 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你有运动的习惯吗 根据统计显示 近十年 台北市仅有近四成的民众 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为了培养市民健康动态的生活 台北市卫生局 推出为期四个月的 2023健康大股东 台北趴趴走系列建走活动 并设计四大任务关卡 卫生局长陈燕源以及民政局副局长 吴坤宏等人 在台上社区妈妈的带动下 跟着一起舞动身体 为了鼓励市民培养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卫生局延续往年结合智慧科技 及集点赛制 推出为期四个月的 2023健康大股东 台北趴趴走系列建走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起步骤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在走路 那现在我想很多人手上 都有带着寄步器 包括可能是你的手机 或者是像我这样手上有一只 手表等等 它会记录你每天走的步数 那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你每天走的步数 大概多少 像我大概 平均大概每天就是一万步 那一万步我没有很刻意去走 就是一下子到哪里 然后回家买东西等等这些 走一走就可能有一万步了 那各位大概可以推估一下 我每天走的距离 假设我的步幅是比较小的60公分的话 那一天可能就走6公里左右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走6公里的话 一天 那你会换到很多我们活动里的钻石 那会很容易抽中很多的奖品 那过往的经验 其实我们卫生局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都蛮被热烈响应的 那当然我们运动之外 还有很多的类型 那当然会采用走路这个方式呢 是老少皆宜 活动设计四大闯关任务 包括问答挑战赛 见走打卡去 轻松趴趴走 以及台北寻宝去 只要完成指定任务 累积钻石点数 即可换好礼以及抽大价 首先呢活动一就是我们的问答挑战赛呢 透过呢我们健康知识的一些问答 让大家呢能够掌握身体的流量密码 那只要呢答对一题就可以获得一颗钻石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第二个关卡是我们的见走打卡去 好见走打卡去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培养出呢记录运动的好习惯 所以我们就从见走开始慢慢的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 那打卡呢只要呢一次就可以获得三颗钻石 好运动呢第三个关卡就是我们的轻松趴趴走 透过呢我们见走笔记的APP 我们可以自己规划自己想要走的路线 然后呢每天呢只要400公尺就可以获得六颗钻石 好最后一个活动四呢就是台北寻宝去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有指定的见走寻宝的步道 所以大家呢只要透过这一些指定的地点 找到我们的古物宝宝 找到一个古物宝宝就可以获得八颗钻石哦 那钻石累积的方式就在我们的下面 总之呢就是你完成指定的任务 就可以获得呢我们的钻石钻石累积的越多 你的抽奖机会也就越多 然后我们一共准备了超过30万的好礼 希望大家通通呢把它带回去 现场邀请中华民国健身协会秘书长黄勋龙 示范正确的见走姿势 呼吁民众可将见走融入日常生活 从每次10分钟分段累积做起 轻松养成健康好体力 健走有四个口号 那我一个一个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抬头挺胸收小腹 为什么要抬头挺胸收小腹 因为我们身体往上拉的时候 我们核心肌群自然会收缩 那核心肌群有力的话 我们走路就会比较稳一点点 所以第一个就是抬头挺胸收小腹 第二个双手帷幄放腰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常走路手伸直的 摆动的力壁越长 其实摆起来越费力 所以我们为了让剑轴比较轻松 手轴成90度 我们这样摆动的力壁比较短 所以摆起来就比较轻松 而且不知不觉会变快 因为我这样摆一次的时间比较久 但是我这样摆快点 走路的速度就会变快 意思就是同样的时间 你的距离可以走得更远 第三个就是自然摆动肩放松 为什么要自然摆动呢 因为我们平常走路都只有脚在动 上半身都没动到 所以我们摆手的时候来 拳头往后摆到腰部 就可以带动到我们的胸肌 往前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大 拳头到胸口的位置 可以带动到背部 所以我摆一次 胸跟背就运动一次 刚才局长一天走一万步 我的胸跟背就运动一万次 所以虽然健走没有办法练大肌肉 但是还是可以调整体态 而且我们双手摆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骨盆会做旋转的动作 所以连六块肌 马甲线其实都可以运动到 最后一个就是 迈开脚步向前行 为什么要迈开脚步呢 其实我们很自然的摆动 脚自然会踩下去 踩下去各位可以看我的动作 当我们身体往上拉的时候 踩出去会脚跟先着地 但是如果你驼背的话 就是整个脚掌踩下去 这样对我们脚的冲击 就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每天走的距离够远 走路步数又多的话 每一步减少一点冲击 这样累积下来就差非常多 所以健走有人说比慢跑有效 比慢跑安全 比散步有效 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四个口号我们再附送一次 就是拍头挺胸 收脚腹 双手帷握放腰部 自然摆动肩放松 迈开脚步向前行 2023健康大股东台北趴趴走 系列健走活动 即日起到10月27日 为期四个月 邀请在台北市工作 就学以及生活的民众 一起健康起步走 养成规律运动 还有总价值超过30万元的好礼 等您来挑战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通局 在视觉障碍朋友 经常搭乘的公车路线 以及经过的路口 提供友善过马路 及搭公车的精准服务 像是有声号制 乘车通报 获得使用者高达97.5%的满意度 哪条路线的公车 哪一站到哪一站 那我预先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设定到 长样路线里面 那等到到现场 因为现场的声音会比较多 那我们就只要 点选我们的长连路线就可以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搭的是 217 对 就是 还有告诉我们 还有几分钟到站 然后上车站 下车站 是这样朋友 以往搭公车 有可能等到一个多小时才能上车 因为考量到公车时间 司机有没有看到 周边人是否帮忙的因素 但现在只要开启台北好行APP服务 发出乘车讯息通知公车驾驶 司机就能主动提供帮助 市场者站上导盲定点 方便又快速搭车 那现在等了这样的服务之后 过去的传统红绿灯 它是不管白天晚上它都会响 那我们的居民会去把它剪断 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现在有这个APP 就是市场者在经过的时候 它才会感应 它才会触发那个红绿灯的 而且在手机上 也比较不会打扰到民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未来看不止台北市 台北市做的 看以后全国是都能够让市场者 能够安心过马路 然后平安回家这样 就是上帝有时候 它在制造人的时候 不见得每个人都很完整 很帅很漂亮 为什么市场者还能够 在这个很可爱的地方生存 因为我们有爱 所以市场者会在这个地方生存 所以我希望 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在台北市 希望未来 就是所有记者朋友 能够帮我们推广主理 像以后中央交通部也能够让 就是所有全省 都让市场者能够安心过马路 因为市场者不是只有台北市 有马路对不对 这样 我想我们以前过马路 我们都是被教导 就是到路边之后 就是听车声 看是横向还是直向 听车声来判断 我不要不要过马路 那其实每次过马路以前 过以前大概都要祈祷一下 希望这次没有事情 因为我们车流量是非常的大 然后听我们的车声 是有可能有误差 那我们以前伸张者过马路 还有一个种情况 是晚上的时候车声变少 那你要如何判断你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你过马路 其实都是非常危险 那以前的话 都是希望这次过马路没有事 那现在有了我们的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秒数有多少 然后硬体方面的话 我们有警示砖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快到路口了 我们有定位点告诉我们 定位点 我们已经站到 我们可以过马路的起始点 那行川县的三条线影条正式 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走歪 而我们的APP让我们知道 我们还有几秒可以通过 这一连串整个设计起来的 一整套的一个服务和系统 支持我们可以安心的过马路 那从这个此之后呢 我们过马路可以更为笃定 然后更为放心 然后更愿意出门 然后我们不管外出工作 或者是生活采买 我们都可以自己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我们希望这样的服务 可以推广到更多路口 让我们台北市成为 一个友善的都市 另外APP也提供有声号制 暴读行人剩余 绿灯时间及路口资讯 市长朋友年底在全台15处路口 就可以透过自动触发有声号制 带着手机就能自行通过 增加日常外出可及范围 好 那这个其实一开始 是有一个公民团体 他们有建议我们说 其实市长者住门都很不方便 每次都公车司机都不知道 他们要搭公车 所以常常会错过他们搭公车 那像刚刚李老师也讲过说 有时候公车一错过 如果半句长的 可能要等个三四十分钟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 在我们台北市政府这边 我们有做了一个台北好行 我可不可以在台北好行上面 提供市长者这样一个功能 那当然提供市长者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它跟我们一般人的使用界面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友善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色彩对比度是提高的 我们的字体变大 那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市长者 他们在操作的最简便的流程 来做一个操作的设计 那这个是我们当初 出发点想要的协助市长者 去做的搭公车 那渐渐的呢 司机朋友说不对不对 可是我都不知道市长者要搭公车 你可不可以来提醒我一下 那所以原来我们就是 投放讯息在他的一个小小的车机上面 但是公车司机他每次要靠站的时候 他必须注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好 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更清楚的能够提醒到司机朋友 那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这样好了我设一个灯号 司机朋友就知道说 前一站有市长朋友要搭公车 那另外呢 我们除了灯号文字 我们也设了一个语音 就是播了一段小音乐 一小段的音乐来提醒司机说 有市长者要搭公车 那这个在司机朋友这边 我们获得的回响非常的好 司机朋友说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提醒通知 他们就可以很精准的 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也不会被市长者误会说 为什么司机都没有看到我 司机都不来载我 台北好型APP放大的字体 极高对比使用界面 搭配语音辅助功能 可以查询双倍 600条公车路线到站时间 还有路口服务 自110年起实施以来 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5% 交通局也会持续朝安全 友善无碍的台北交通 为目标精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迎接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暑假 金融市警察局为了预防青少年 沾染犯罪 深夜动员了上百名的警力 执行青春专案的勤务 针对游乐场 KTV进行领检 还特别出动了抛弃式电击器 要求同人在狭窄的领检场所 遇到歹徒攻击时 可以大胆使用 希望有效压制犯罪气焰 警方鹤枪实战 来到KTV扩大零件 来阵箭马 等一下 来 这边 暑假到 上百名警力出现在 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 不过除了远警手持的重锋枪之外 连难得出现这把 跑气式的电击枪 也派上用场 往上拨到手动模式 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 这边按得到按钮 我进行放电 没错 解开电阀 按下扳机 瞬间可以射出 3万伏特的电流 可将对方击倒 尤其远警在狭窄空间 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 很适合用电击枪 来取代辣椒水 那炮器式电击器 它可以近声 用声音下阻歹徒 也可以 电击歹徒 那如果歹徒身上持有 危害警察的武器 比如刀啦 棍啦 那我们就 离它适当的距离 发射 这个炮器式电击枪 电击器有三颗子弹 前两年疫情 青春专案规模缩小 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 就是希望提供市民 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 因为今天是7月1号 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到辖区 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 KTV临检 劝阻这个业者 不要提供青少年 烟酒 檳榔跟毒品 暑假期间 应该妥善规划假期 避免深夜在娱乐场所流连 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 暑假到了 金融清水季 暖暖文水去季 高龄友善社区活动 重新开幕 市长谢国梁 领军与多位市议员 拿着水枪清凉开幕 也欢迎大小朋友 即日起到8月31号之间 可以来暖暖玩水清凉一下 机动市长谢国梁 亲自带领卫生局长张贤正 文化局长江婷梅 暖暖区长陈汝东 以及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连恩典陈冠宇 以及也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的林佩祥 拿着水枪一起喷水清凉开幕 欢迎大小朋友 从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来基隆清水季玩水清凉一下 清水活动感谢钱师傅 在这个过去的几年间都有很重视 那一样的到了夏天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活动 未来我们一样也会重视 更多清水的活动 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 能够利用清水活动 一方面帮大家消暑 一方面增加更多的 有好玩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 暖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特别是小朋友游戏的这个一个场域 7月1号开始 一直到8月31号 有非常多的活动 注意了一个礼拜只休两天 其他你随时都可以来玩 欢迎你们到暖暖 暖暖最好最棒 谢谢 你如果要来体验山境 在暖暖有山 你会要来体验步道 在过岗有步道 你会要体验眷村的文化 在地内有眷村文化 你要体验碉 你要体验以前的八祖车达的风华 在八祖有附建山的步道 今年的暖暖清水季非常特别 你要在暑假泡在暖暖一整天 有老街有水有梅有文化 欢迎大家来暖暖 暖暖清水公园呢 是在这个北部 从新竹与北 应该整个北部地区 前十大的这个免费的细水阵地 那也欢迎大家 不只是把暖暖推出去 也欢迎来跟大家所有的好朋友 包含全台湾的好朋友 都希望邀请他 来我们这个最好玩 最热闹 然后的最非常丰富 好玩的这个清水公园 大家一起来玩水 王托郎市长 这边一定会尽全力 帮我们把清水公园做好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在暖暖 这边的山 这边的水 也就是所谓的绿带 跟蓝带的娱乐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全市一个 不一样的环境 当然 这边都是需要 中央政府未来的帮忙 中央政府的资源挹注 才能帮我们 把这个暖暖清水公园 做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未来的暖暖清水系 做得越来越棒 市长谢国梁展现赤子之心 越玩越嗨 带头拿着水枪和市议员们 以及大小朋友互喷 湿透全身 炎炎夏日中感受清凉 谢国梁也强调 可以在其他区寻找适当的地点 来规划其他区的清水公园 可以把清水的这个功能 跟公园的功能 把它结合 而不是以清水 做专属功能的一个区域跟设施 那我刚刚也询问了一下 整个工法跟它的预算 应该我觉得未来 也可以让基隆更多的行政区 有一些公共设施 或者是一些公园的设备 拥有这些清水的设施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夏天的时候 让家长跟孩子们玩得更开心 而市长谢国梁也强调 喷水区地板湿滑 看到有小朋友玩水时 跌倒要特别注意 话一说完 自己也通常体验一下 果然摔倒引起一阵劲 幸好没有受伤 也呼吁大小朋友到现场玩水时 千万不要奔跑 注意安全 可是我刚刚看到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有滑倒 然后稍微投油 稍微碰到了一下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 才不会管那么多 一定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如何做到让孩子们也保护 可以尤其是不要擦伤或撞伤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施 我们应该可以考虑到的地方 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清水季现场也发放冰棒免费请参加的大小朋友们享用 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支持 以及参加这项活动的团体 也和市政府卫生局长 以及文化局长等人 一起和到现场摆摊宣导的市政府团队人员 何以留念 感谢大家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 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特地到基隆和好兄弟 基隆市长谢国良签署 基隆社福三好MOU 并在侯友宜牵卸下 由民间业者制赠了一辆富康巴士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计划未来每年都会再捐赠一辆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社会处长杨玉新 中发处长林立禅陈陪同夏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小朋友 在信义市内儿童乐园球池里面 一起玩得好不开心 这也是谢国良市长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政策之一 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 可以不受天气下雨的影响 有好的市内儿童游乐园可以游玩 也欢迎新北市的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来同乐 上礼拜在端午廉假的时候 我去看了市内儿童乐园 爸爸妈妈玩玩 要去信义市场买菜 我问他是哪边来 他说新庄来的 这个就表示 我们的整个共荣的圈 真的是让新北基隆不分你我 而参观市内儿童乐园 当天最重要的行程 其实是新北市长 也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特地到基隆和好兄弟 基隆市长谢国良签署 基隆社福三好 也就是好日子 好好行 好快活 MOU 并且在新北市长侯友宜牵线下 由民间业者制赠一辆 富康巴士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更当场加码 未来每年都会再捐赠一辆 特别让基隆市需要坐轮椅外出的身心障碍朋友们 可以更方便 在侯氏的领导之下 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公益 在这一次也是侯氏的牵引 要给我看来 然后在基隆 我可以这样子说 我每一年加重一步给基隆市政府 那个富康巴士 这是个人的一个想法 但是 这个没有什么企图 只是照顾我们基隆的 清北的 或者是刚刚所讲的北北桃 甚至于之前 可能也可以把宜兰 那这个是我的想法 业者的这项爱心 让基隆市长谢国良非常感动 也感谢侯友谊市长的牵线 让基隆和新北共好 我们的社福三好 真的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副局长 在这一段期间 跟我们的杨处长紧密合作 让我们的社会福利 在民间企业共同的相助之下 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因为我们基隆在社会福利 包括富康巴士这一段 真的很需要大力的提升 这个新北一起讨论 如何把基隆的一个 长照的能量跟服务 提升到跟新北一样的水准跟程度 这个是现在市长的责任 也是未来总统的责任 新北市长侯友谊强调 新北和基隆已经是共同生活圈 未来会持续携手合作 基隆好也让新北更好 我特别谢谢我们谢国良市长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做爱心 新北市有一个非常热心 智英科技的林远林董事长夫妇 特别到基隆来监政不刚巴士 那基隆跟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 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两个城市要共好 不管是在社福的快活 或是交通的好好行 以及爱心大平台的好日子 我们都一起硬肩作战 让基隆好心意的会更好 新北市长侯友谊进一步表示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提出 基隆升格的想法 不管是北北基合并 或是基隆新北先行合并升格 其实都可以思考 因为基隆新北和台北以及桃园 都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共同圈概念 并进来将让整合资源更快速 工作上更有效率 照顾弱势族群会更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新北市长侯友谊 与基隆市长谢国良同框市政交流 带您来看基北青年创生团队 在和平岛公园分享青年返乡创业的经验 新闻海岸线串联起来并肩作战 利用在地的地形地物 创造自己的产业 新北市长侯友谊 基隆市长谢国良合体同框 市政交流 与基北青年创生团队 在和平岛分享创业经验 所以我一开始我给我的策略就这样 先从小和平岛这种开始 把它做出一定的高度跟标准的时候 创造自己的影响力 慢慢再去跟社区去劳动 去互动 甚至我刚刚说的 未来十年内要打造整个和平岛 66公顷的一个共好共融的一个永续旅游岛 所以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一个节奏 跟目标去发展 基隆成功清创洪伟杰 花十年时间将和平岛打造品台 与社区互动共好 新北市金山门游营运长赖家华 推出金山物籍 将在地商家串联 共创资讯平台 很多的传统产业跟农业 他透过体验经济 他可以大幅拉高他的附加价值 去创造他产业的延续 所以我们就去把地方的很多的元素盘点出来 去成立一个共同的品牌 叫职人体验学院 那透过不同的职人体验呢 让地方的魅力 地方的特色可以被传递出去 和青年创生团队面对面的沟通 两位首长分享支持青年返乡 打造青年创业产业的理念 所以我经常希望我们青年集也好 除了请听大家的声音 我们希望推动公共式的餐饮 那公共式的餐饮 政府能够拿一些 议算出来 来用参与式的议算 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租了青年人去做 让他有信心 他愿意做 然后在整个信用贷款上 能够政府出来多担保一点 让他利益也少一点 让他创业这一条路 不要因为资金的压力 变得很辛苦 因为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的 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 在半路 走不下去的也很多 所以今天各位有时候坐在这里 是看到成功的人 但是当中还有很多人坚持没有办法下去 这里当中政府就要半年 随时把它拉一把的责任 由于时代环境被变化很快 产业变化很快 你如果跟不上一个脚步 就很容易就落后了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 地方创生的年轻朋友要常常聚在一起 因为我说聚在一起 一个想法一个点子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那我们会继续的来 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做更多的专案 那我们也很乐意听到大家的建议 因为其实青年朋友更清楚 青年朋友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政府是做一个辅助的政策 那一天的这个建议 也是我们自己的青年朋友所建议 但是我们很快就把它做成了决议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都会积极的 我觉得与其说自己 以为说我都知道青年朋友需要什么 这样觉得是不对的 不如好好的倾听 青年朋友需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有能力把大家的意见 整合成一个具体的政策 然后把它执行出去 像那一天觉得做的决议 我们现在就在执行了 所以未来可以跟青年朋友继续的交流 弥出具体的方案 然后去执行这个方案 北极青年在现场踊跃发问 谢国良侯友宜畅谈市政交流 一听取青年改造产业经验 承诺将这些经验 列为未来两世观光旅游发展的方向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大爱电视》刚播映的八点档戏剧 在基隆慈记静思堂 举办社会关怀系列座谈及粉丝见面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肯定慈记访试志工 关怀弱势的用心 表示未来会结合青年电动机车公益政策 导入更多的青年朋友 一同关怀独居老人 慈记《大爱剧场》改版后 首部戏剧新作搜寻者 剧组选择全剧场景都在机动拍摄 已经上映播出 机动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安乐区长检议者 以及本身也是慈记人的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一起参加 在慈记机动进司堂举办的 搜寻者社会关怀系列公益座谈会 社会处长杨玉昕也在会中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而市长谢国良则是敢配慈记人奉献社会 记住弱势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大爱精神 透过了这个剧我们才能够了解到 我们基隆实际的师兄师姐 真正在第一线做的工作的那种辛劳 那我看了蛮让我很有感的 因为导演在访谈的时候提到 为什么一定要在基隆拍摄 其实他可以挑对他来说 以戏剧团队所有的成员来说 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给他们选择在基隆拍摄 就是因为基隆的这个城市的意象 他实际生活的那种情境 真正就是有需要让 慈记这些师兄师姐 这些搜寻者真正付出力量的 这样子的环境 谢国良也强调搜寻者 这出细改编慈记志工 实际服务的事迹和他大力推行的 青年志工电动机车政策不谋而合 市长也强调将把首批符合 一万两千台电动机车资格的 一万两千名左右青年志工 投入到照顾基隆独居长辈的 志工服务中 那我们最近也讨论到一件事情 跟搜寻者师兄师姐们 其实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像我们今年其实感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 即将付出实施 那我们有一天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 我就打给杨运心处长 说我希望我们这一 今年第一批是一万两千人 他们都要有公益的行为 才能够参与电动机车这个专业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太多太早 我们专注在几个 让长辈真正有需求有感 所以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一万两千名志工 全数的投入基隆的独居老人的关怀身上 因为基隆独居老人 关怀身上立案 可能就有一千八将近两千人左右 市长致辞时 靖斯堂也特别打出爱字 象征用爱来服务大众 而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底在基隆庆安宫举行开禁仪式的搜寻者 全剧十八个个案故事 都是由慈济访试团志工 深入社会底层 给予爱温暖与照顾的故事 慈济也特地邀请到慈济志工本尊 和在剧中扮演本尊的演员们 同台分享心得 也像是粉丝见面会 现场气氛温馨愉快 搜寻者这出戏 女主角由王淑娟饰演 其他知名演员包括 陈孝萱 陈明珍 雷宏 隐正等等 数十位演员 郑龙华丽共同演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与世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至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哇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